當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的國家挺臺灣 為臺灣發聲的時候 國民黨在做些什麼事情 來看到的是國民黨立委賴斯堡 他說重要的是看這個WHA 美日有沒有提案來支持 那美國如果真的挺臺灣的話 歪到百勒櫃去 他說那就踢法 踢法來講 不然的話 你要說說這個 都是各國為各自的利益在考量 嘴巴上說挺 但是也只有嘴巴上講而已 那另外是國民黨的立委 葉宇蘭他就講說 G7挺臺灣不是因為愛臺灣 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考量 那如果說挺臺灣講得這麼大聲 我們今年的這個WHA 還是沒有辦法參與的話 他們的話你就把它當作是 詐騙集團的話術就好了 還有是這個國民黨的 黨團副書記長陳玉珍 他說千萬不要忽視兩岸關係 也是重中之重 反正他也也是要砍到兩岸去 然後許淑華的部分 他說為什麼美國跟這一些大的國家 總是好像要挑起我們臺灣 這個火藥戶的那種味道 我們很希望在這種言論上面 盡量不要提到臺灣比較好 來鄭浩綜合來看 你覺得國民黨怎麼了 國民黨就是忘記他的創黨精神 叫做反共救國 我覺得就那麼簡單 其實剛剛宇曉老師說的對 你不要以為像法國或英國 甚至是美國這種老牌的民主國家 他們可以達到兩黨高度共識 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很難過去包含英國下一議會兩邊的聚集 叫做兩劍之隔 就是說比喻他們吵架會吵到拔劍 然後兩邊的 西洋劍的兩劍之隔 拔劍兩劍之隔 但是當然實務上沒有人真的帶劍 沒有人真的拔劍 可是這是在形容 他們過去會因為不管是左派或右派的 不同的政治價值 在爭吵的過程中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可是問題是 他們竟然會因為一個議題而達到共識 那叫反中 這非常非常罕見的 共和黨跟民主黨鬥了幾百年 英國也是法國也是 可是他們可以因為反中而達到共識 這就是個很合理的國際推斷 就是說因為中國的擴張 讓每一個國家都感受到的不安全感 可是問題是 為什麼國民黨到現在對於這件事情 好像皮皮 就沒有什麼感受 而且你去觀察國民黨 每一個人的發言 會跟中國的內部發言 完全沒有區別 我覺得他可以找尋另外一條台灣人民 可以接受的論述 這完全沒有問題 他也不見得要跟民進黨拿相跟拜 因為他們現在自尊心很重 很容易玻璃心 只要有人稍微稱讚民進黨一點點好 比如說朱立倫說這個外推做得不錯 馬上國民黨玻璃心碎滿地 圍攻朱立倫 然後朱立倫就發達 就轉彎了 就轉彎了 但國民黨內部確實是有一股非常非常重的 反改革力道在裡面 好了那你要嘛就選一條路 就是說你不要跟民進黨拿相跟拜民進黨 民進黨抗中保台 那我就給國民黨藥方 反共救國 這完全就是你是國民黨的老傳統 國民黨第一個救國團為什麼會出現 他就叫反共救國團 這東西國民黨過去一直 你不是說國民黨是個有傳統的政黨 是個有什麼建黨 創黨精神的政黨 可是你當初是以反共立家 尤其在台灣 可是問題是你現在完全不見了 那國民黨現在都用和平來做包裝 說我做這些事情都是為了要和平 就葉原資常常講的 對 他說我們做這些事都是為了和平 我們這些事跟中國談 就是希望和平 可是回到我們整個節目的命題嘛 中國的政權 我不是講中國人喔 我是講現代的中國共產黨 是一個說話算話的政黨嗎 不是嘛 就是說你和平不可能跟中國談得出來 這才是大問題 就是你如果發現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 是一個沒有辦法遵守諾言的政權的話 你去跟他談和平 轉手他就把你吃掉嘛 所以在這個道路 其實在我的立場 能夠談當然好啊 誰想要打架 我就算我跟張宇潮吵起來 能談也是好啊 可是如果對方是個不遵守諾言 我簽完和約 我一轉成他就背後捅我一刀那個人 我怎麼可能去跟你談和平 所以國民黨這種用交流用談 然後希望獲取和平的路子 顯然現在行不通 為什麼現在行不通 因為確實喔 2008年2012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習近平都沒有露出獠牙 不只是台灣 美國甚至西方世界很多國家 都認為中國在國際上 是個首秩序的國家嘛 可是呢 當習近平露出獠牙的時候 大家都驚醒到 習近平這個政權的恐怖的時候 國民黨要趕快覺醒了 沒有繼續做這種老樣子老八股 所以坦白說 我認為如果連歐洲那種國家 過去都吵 吵了半天都可以因為反中 而互相在推一個法案的時候 國民黨還執迷不悟的話 坦白說 他在全國性的選舉 尤其是一對一會非常非常困難 鄭浩我想再請你評論一個人 就是前總統馬英九 他不是說小英政府 你如果要維持現狀 你的維持現狀 就是要冤志冤位的九二共識 這怎麼樣的狀況 我覺得兩回事 因為馬英九一直活在他最光輝的那個時期 就是萬人迷 死乃殺手等等的 我覺得他可以醒過來 就是說其實你看國外的元首 尤其是美國的元首 對於現在的憲政體制 立下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榜樣 比如說你有沒有看到歐巴馬 對現在的拜登指手指腳 其實沒有 就是你卸任的話 你卸任元首其實坦白說 你就去做公益 你去弄基金會 保護藻礁也可以 你去保護藻礁 就是你可以去做這些事情 保護愛護地球都可以 就是其實坦白說 我覺得人 馬英九我覺得有點抽離不了 真的就是人一輩子在政治上 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而且你必須要不斷的 博取自己的政治聲量 不斷的引起大家的注意 你結果就是越下越重嫌 現在馬英九就是一個 就是坦白說 我覺得就是整個歪掉的馬英九 其實卸任總統我真的很認為是去學學美國那些卸任元首 你就去好好去做公益 然後做些對地球有用的事情 對海洋有用的事情 或許還可以留下馬英九一點點尊嚴 你會發現在這些事情的立場上面 居然國民黨不管是老中青 他們在表達對於兩岸態度的這件事情上 是誰 老的超多的 是葉玉蘭還是 你剛剛講 你們過去老是 你算過去的親 但你現在已經私離開了 就是你會發現整檔上下 他的思維邏輯其實是很可怕的 也就是說在任何事情裡面 搭局到兩岸的這個穩定的狀態之下 國民黨的邏輯跟論述 不對 我跟你說 台灣要負責 因為都是台灣才的挑釁 今天希望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你都公平 國民黨以前多希望人家提到台灣 就你主政的時候 你多希望人家提你 哪幾個免簽的簽證 你們都說好久 說你看我台灣多努力 跟國外關係多好 結果人家現在願意提你的時候 你罵人家是詐騙集團 我覺得國民黨其實蠻厲害的